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文斌看 我是罗文斌 对台股来讲今天又是精彩的一天 那我们看到早盘受到美股拉回的一个影响 今天早盘开盘就跌了63点 随即往下击杀 在10点钟不到 约莫大概在9点45分的时候 创下了今天的最低点来到12698 大跌277点 而这个12698 大家都知道今天很多人在讨论 距离这个12682 民国79年2月的一个高点 只剩下16点的一个空间 好了 就在大家担心 那这个12682会不会跌破的时候 反而这个指数慢慢的往上电高 慢慢的往上电高 尤其到了12点40分之后 又是一阵急拉 从原本大跌超过200点的行情 又把它收链到最后怎么样 最后只小跌30点 换句话说 今天从原本的大跌277点到最后 就算还是收黑了 不过已经带了怎么样 已经拉回了200多点 这中间包含 因为开盘是跌了63点 收盘只跌了30点 换句话说 今天带了一个红棒 实体红33点以外 再加上原本最低点277点 而收盘怎么样 跌30点 因为开盘在跌63点的位置 所以今天的下影线怎么样 是带了214点的下影线 所以今天是一个红K 还带怎么样 还带214点的下影线 哇 非常漂亮的一天 有没有 哇 这一根怎么样 非常具备 所谓代表性的一根K棒 而且今天还带亮 所以我们也发现到了 随着今天的一个开低走高之后 尤其还带亮 我相信今天怎么样 一些专家权务又要开始活跃起来 又要开始活跃起来 我就这个盘总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大家都闷不吭声 都不讲话 那只要一找 这边喊1000点 那边喊1500 那边又传出2000点 反正只要一找 大家怎么样 又开始喊价 这一波要谈到哪里又哪里 那你说这个盘 在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之后 会不会反弹 我认为确实是会的 为什么 我们知道今天最低点来到做12698 距离这个12682只差16点 反正这个12682 民国79年2月的一个高点 坦白讲 我还经历过哪一段 我是民国78年进到市场 所以民国79年 创下12682那个时候 我刚好在场内 非常荣幸也共有目 但是参与了 怎么样 台股当时30年的记录 从79年创下这个高点之后 接下来的30年 都没有能够超越这个高点 非常高兴 那个时候居然能够经历到 那不管怎么样 你想 30年都没有能够突破那个高点 换句话说 那是一个绝对的怎么样 长线的压力区 就过去30年来讲 对不对 一直到三年前才突破 那既然过去是一个 长线的一个压力区 原本是一个大锅盖 现在突破了大锅盖之后 当然这个大锅盖就变成怎么样 就技术面来讲 它就变成是一个大铁板 所以像今天行情来到了12698 距离1268只剩下16点 那个情况之下 当然强短的 因为就技术面来讲 它确实是一个短线的 甚至于是一个中线的支撑区 所以一些强短的买盘 在这个时间点进来 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出量 我想原因也在这里 因为强短的买盘都进来 但是我这样说好 今天也很多人在讲 这一波上来可能又要看 几千点几千点的一个反弹了 我还现在去老话 就情感上 我乐观其成 但是事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甚至于也有人在预期 那既然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支撑区 长线的一个大铁板区 那有没有机会在这边 长线就要落底 来到大铁板了嘛 对不对 那况且从高点18619 到今天的一个低点 都已经破了一万两千七百点 跌了快六千点 也OK了吧 所以长线有没有机会在这边主底 这里有没有机会是长线的一个底部 还是那句老话 我们都希望这是长线的底部 但是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不妨先问自己 除了说技术面 今天来到12698 距离这个1268只剩下16点 这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技术面的铁板区以外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可以来佐证 又或者可以来说服我们 接着下来 这边是长线的落底 接着下来要走长线的回升 又或者能够进行一波一千点 两千点的一个大反弹 有没有 你问自己 有没有什么理由 你可以说服我们自己这边 能够有一波大行情 不管是大反弹也好 又或者是一个回升也好 有没有 先从近起的一些利空 来 我们先从利多来看 这个是前几天有没有 也是类似像这样 只是当时是在盘上 有没有 当时拉回到平盘 后来拉上去 这是前天的事情 今天是在盘下 打下来之后拉上去 其实就格局上没有差太多 当时为什么拉上去 我说有这些利多 对不对 为了要压通膨 所以白宫 对不对 拜登 释放了一千五百万桶的 这样的一个原油 一个战备除油 那我只问各位 我说过了 释放战备除油 把油价压下来 把通膨能够压多少算多少 这绝对是好事 我们绝对要认同 我们要去认同 他这样的一个用心了 但是成效会有多少 我就说了 先前油价在120 现在在八十几块 油价已经掉了将近 至少百分之三十几 将近四十 跌了将近三分之一了 可是通膨我们掉三分之一 当时九点一趴 现在最新公布出来的 九月份的 还是在八点多 油价 可是并没有显著的降 所以代表 代表 这个油价降当然是好事 可是它没有办法解决 完全的通膨的问题 今天除了油价以外 我说过农粮的问题 居住的问题 我今天才在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儿子在美国 我一直告诉各位 美国其实美国人对住的部分 为什么通膨一直下不来 就这个住的部分 我跟我朋友聊天 他说他儿子现在住在学校 类似像宿舍 但是也不是像宿舍那么的简陋 类似像学校的宿舍 两房一厅 两房一厅 来各位你猜猜看 这样子 一间 这样的一个租金 要多少你算算看 你试想一下 要多少 我可以告诉各位 15万台币 15万 两房一厅 15万台币 投资朋友 美国的租金就这么贵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这是事实 你一个月有赚那么多 他们就是要面对 当然了 你说他们的所得也比我们高 这也是事实 可是你看 他们的所得高归高 可是要负担这样的一个租金 两房一厅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 整个通膨的问题怎么压下来 所以 通膨的问题还在 只要通膨的问题还在 我请问各位 林准货会不会就不生息 我想这也不用我们在讨论 11月笃定三毛 12月现在在讨论到底是两码还是三码 那不管两码也三码也好了 你今年还要再升五码 这最基本的 最激消费 明年升不升 依照目前林准货的规划 明年还要再升 所以升起的问题解决没有 没有 至于说 这边 美国财政部 可能要规划国债的回购 我说过的 这时间上 你不可能跟林准货 目前的动作做抵触 要不然你不做白宫吗 林准货目前在做QT 在做量化紧缩 结果你在这边给他买债券 那不是莫名其妙吗 所以他真的要买 那也是明年下半年的事情 所以代表 整个资金紧缩的这个部分 为了要一句同谱 资金紧缩的这个部分 这个利空 还是存在 资金是股市的动能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动能 慢慢一点一滴的被林准货收回去 收回去收回去 你股市动能欠缺 那你说股市在这个时间 要大涨 这个机会有多大 瑞幸 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平的解决 不要再搞出一个像 雷曼兄弟这样的一个金融海秀 但是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 还去找中东的一个金主 找到了 找到了没 找到了就一定会给他来解决吗 这也是一个位置 那更不要讲说其他还有什么 还有景气衰退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还有景气衰退的一个问题 我这样说好了 以国内来讲 其实就国外了 我们先从美国来看 美国昨天公布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 整个新屋开工率怎么样 降了8% 超过8% 严格讲是8.1%了 超过8% 代表什么 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 开始要往下走 那你说对景气 对于整个通膨的一个压抑 有没有做 有 长线来看确实 因为你房地产慢慢的降下来 价格降下来之后 你租金当然就会慢慢的降 但是能够降多少 我想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的 物价怎么样 有往下的僵固性 我相信房租也差不了多少 至少要降不会那么快 对不对 但是问题来 我们知道说 当你的新屋开工率下降 当你的房地产要往下走 我们知道说营建业是什么 营建业是所有产业的怎么样 一个火车头 因为我要盖一栋房子 你看它需要多少的材料 对不对 几乎各行各业 甚至于连科技股 因为现在都结合所谓的科技 人性化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建筑业 其实它是结合科技 所以连科技 原本说是传统产业的一个龙头 其实现在不只是传统产业的龙头 连科技也都放进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房地产往下降 房地产的景气往下掉 就代表其他的景气也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整个景气为了它往上还往下 大家都知道国台金控 每个月 每个月 它都会针对它的保护 就它的保险的客户 去做一个调查 调查说到底现在 我们的国民 在整个投资信心上面 是强还是弱 反正最新10月份的公布出来了 昨天公布出来了 公布出来怎么样 对于未来台股看法保守的 54%已经超过一半了 另外 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接下来的景气是要往下掉的 所以代表 整个景气未来就是要往下 但是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已经到顶了 我告诉你还没 真的景气要到底部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基本上 不会有人看好 那个不是什么54%看坏景气而已 看坏未来的行情而已 在真正的底部区也好 在景气落底的位置也好 那至少都是七成八成看坏了 所以很显然 从这个调查报告看 大家看坏未来 代表行情在降温 可是到底部没有 还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告诉你什么 回过头 还是印证了一件事情 整个熊市结构 有没有改变 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就说了 你现在熊市结构要改变 你现在要进入到牛市的结构 你有什么理由来支撑说 现在要走牛市的 这样的一个论点 除了像刚刚讲的 通统的问题 升线的问题 景气的问题以外 你光是说一个地缘政治 俄欧之间达到现在 结束了没有 不仅没有结束 现在反而有升高的一个 余率 除了说前几天 中国搬了一个乌克兰的撤侨的 一个计划以外 为什么要撤侨 我说过很简单 他一直跟俄罗斯之间是割凉好 突然针对他的割凉好的敌人 去做一个撤侨的动作 这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我们不要说 他一定会做什么动作 俄罗斯一定会做什么动作 那是不是也有隐藏的一些变数 一些危机存在 你不能说这边有危机 那另外你再看看普丁最近的讲话 他越来越强硬 他最近讲什么 他说他飞弹都打完了 你说好啊 飞弹打完好 还不会再打 他说飞弹都打完了 这些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核弹 那言下的质疑是什么 我除非不打 要不然我没飞弹 我只剩下核弹 我要打什么 你自己猜 你说他会不会真的打 我哪里在 我又不是普丁 但是有没有这个可能 谁敢讲没有这个可能 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 可是你敢讲绝对不可能吗 好 那回过头还是那个重点 又是景气的问题 又是资金面的问题 又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又是景气的问题 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今天你是大资金的 你动辄几千万几亿在做的 当然也包含这些业内 法人还有外资在内 你会在这个时间点 进来大买股票吗 会不会 如果不会 你认为这里 要开始落底 长线的落底 纵使今天指数已经来到 12698 距离1268 只剩下16点了 大家都普遍认为 这是大铁板区 不会再往下破了 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反而要告诉各位 难道影响股市 单纯就一个技术面吗 我说我不可否认的 你单纯就技术面来看 我绝对认同 1268 绝对是一个大铁板 纯粹就技术面来看 但是我只问各位 股价的一个影响因素 影响股价的因子 难道其实只有一个技术面吗 又或者我这样说 今年行情从16819 18619 跌到今天的最低点 跌了快6000点 跌到今天12698 跌了快6000点 我请问各位 是因为技术面要它跌吗 我因为技术面到了 所以它该修正 是这样吗 这样一跌跌6000点 是吗 我们都很清楚不是 是因为生息的问题 是因为通膨的问题 是因为景气的问题 是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讲出来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变数 并不是因为技术面的关系 如果这些变数没有消除 只单单一个技术面 来到铁板区了 所以这里要长线落地 要准备回升了 你不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了 来到这个位置 我认同会有反弹 但是反弹会有多大 如同其他权威专家说的 1000点 1500 2000 我乐观其成 但是你必须很冷静 很客观地去思考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以现在的大环境来看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还是那句老话 趁反弹 既然熊市结构没有改变 反弹会有 但是你不要过度期望 为什么大家对于台股 近期的行情都很失望 很失望 为什么会很失望 因为你过度期待 你过度期望 当然会失望 如果你认定就只是一个反弹 反弹上来 你要收回现金 纵使他只有反弹一天 你会觉得失望吗 所以 接下来要怎么做 想清楚 想清楚 我说过今年怎么样 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也算蛮戏剧化的 从原本大跌277点 到最后收盘 反而收了一根红棒 只跌了30点 而且还日K线收了一根红棒 还带怎么样 带了214点的下影线 算是蛮经典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今天整个盘面 大家又开始乐观起来了 网上又是看1000点 1500 2000点 又开始满天喊价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波反弹 真的能够弹高一点 能够弹怎么样 弹久一点 让大家怎么样 真的能够松一口气 我说我真的也忠心的希望 但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必须也很乐 要很客观的去认清这个事实 我们刚刚说了 技术面来到长线的一个原本是一个大压力区 后来三年前突破之后变成是一个大支撑区 来到长线的大支撑区反弹 这是一定可以看到的 只是你纯粹从技术面来讲 当然会有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是没有错了 甚至有人因为这样是一个长线一个大底部 一个大铁板区 所以也有人认定这里有机会会是一个底部区 但是我说过了 影响近期行情 尤其影响今年跌6000点 难道只是一个技术面吗 没有其他的因素干扰吗 如果还有其他的因素干扰 你认为单纯从技术面去看 认定这里就是一个 不管是中线的底部 长线的底部 你不认为这样的一个逻辑太过于牵强 而且太过于薄弱 所以我说过在乐观之余 今天我知道大家都很开心 我看到这样的盘 能够让大家松口气 我也觉得很开心 但是在开心之余 在乐观之余 我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 最重要你要认清事实 熊式结构改变了没有 有这个条件吗 我刚一开始也问各位了 你认为来到这里 熊市接近末端 又或者来到这里 行情要几千点的大涨 那你告诉我们嘛 你告诉自己就好 不要告诉我 你问自己 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能够支撑这个行情能够大涨 不要说回升了 涨一千点两千点就好了 因为今天很多人在喊 有什么理由能够支撑这个行情 接下来要涨一千点两千点 你自己问问看 你自己去想想看 我相信你就会很清楚 所以我说过目前来看 盘中又或者阶段性的反弹 它会有 但是你永远记得 整个长线的一个熊市结构 到目前没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盘面上这些变数都还在 资金升息通膨景气地缘政治 没有一项是支撑这个行情 能够大涨一段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扭转熊市 你连要出现一个一千点两千点的反弹 难度都非常高 你还要它扭转 我想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所以我们必须很客观地体认到 现阶段的一个事实 当你能够体认到 现阶段的事实之后 我说过你才怎么样 你才能够做对的一个动作 因为今年做对做错差很多 那什么是对的动作 我的看法还是只有一个 既然熊市结构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有任何的反弹 就是收现金 就是收现金 因为这个现金将是未来 你要反败为胜 你要东山再起 最根本的一个依据 你没有现金 一切都是白坦 那至于操作上面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随时能够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我会给各位一个 尽全力给各位一个解答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